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中华民国生日的祝福感到无限温暖 而面对台海紧张情势升高 李光章也重申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及民主自由 来呼应总统蔡英文的国庆典收 近期台海情势紧张升高 有许多朋友都非常的关心 面对中国的军事威胁和挑衅 我们将坚定捍卫国家的主权及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 镜头来到新加坡 这也是疫情爆发以来 驻新加坡代表处首次举行实体国庆酒会 也特地准备乳肉饭 大肠面线等台湾小吃 吸引宾客大排长龙 去两年多因为疫情的关系 大家不能够实体的聚在一起 所以今天大家都非常高兴 而且来的来宾非常的多 非常的高兴能够有那么多新加坡的好朋友 来祝贺我们国家的生日 那我也希望台湾跟新加坡友谊长存 驻新加坡代表梁国新指出 尽管过去两年来受疫情影响 但台新双边经济 贸易 投资 文化交流 都有持续进行 此外针对台海区域安全 梁国新表示 台湾用行动证明能冷静沉着 坚定面对区域安全挑战 台湾承诺坚持维持台海现状 维护区域和平稳定